郭明基 重新设计了麦库KR明年第三季度量产 分析师郭明基今天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表示 苹果计划在2022年第三季度开始批量生产重新设计的麦库KR 它采用了更新的 功能更强大的苹果芯片处理器 郭此前曾表示 新款麦库KR将采用全新的设计 包括mini light显示屏和功能更强大的苹果芯片处理器 彭博社的Mark Goldman之前则报道称 新款麦库KR将采用更薄更轻的外壳 两个USB4端口 以及一个ValSafe充电接口 苹果上一次使用M1芯片更新麦库KR 是在去年11月 但保持了之前的麦库KR设计